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我们今天的最正点来宾是市长心理师朱欣怡 欣怡早安 书伟姐早 大家早 嗯 好的 这个上次我访问欣怡之后 得到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的回响 很多人都说 哇天哪 这个市长心理师 欣怡的人生故事我们也太励志了吧 然后我接到好几个这个听众的回应都说 听了你的故事之后 他们发现人生当中其实很多的困难 应该没有这么严重 所以他们要这个打起精神来面对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些课题 那对于欣怡来说呢 其实人生课题在15岁那一年就是突然的发生 那如果听众朋友上次没有听到我访问那个欣怡的话 那欣怡还可以简短的再讲一下 你的人生其实15岁之前是看得到的 15岁之后有一些变化这样子 所以15岁以前的我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孔雀公主 嗯 什么都好 对然后都很瞧不起人这样子目中无人 但是15岁之后到17岁 这两年里面我开了四次刀 就说两年出了两次国 然后好不容易把我的小命捡回来了 可是就身体有很多的残缺 比如眼睛啊 然后一边的耳朵啊 半边的肢体不平衡啊 等等等 然后看不到别人 看不到别人以后 反而好奇怪 我心里却看到了别人了 就是在15岁以前 因为欣怡就是那种非常会念书 然后运动也非常好 对 品学兼优 舞欲都很优秀 所以她就是属于那种非常顶尖的 好孩子好学圈 那也15岁也准备要考高中了嘛 其实那时候就准备说 啊你就是第一次月嘛 对你来讲就是 破手可得 对 破手可得的事情 但没想到 就是老天员跟你开了一个玩笑 给了你一个 其实很多人觉得说 哇 这个礼物也太沉重了吧 是的 就长了一个脑瘤啦 嗯 其实现在脑瘤还在大脑脸 还在还在 就是 开到那么多次也没办法取出 对对对 因为我长的部位非常危急 是在脑干 那脑干的部分跟神经 非常的就是紧密的包在一起 所以小部分的部 那个东西只能用雷射光去射 然后让它在里面自然萎缩 我每年还是要回去复诊 像我今年就是暑假 因为要回去复诊 看看 那复诊就是要照一下 看那个瘤有没有什么变化 对对对对 嗯 所以就是每天可能在生命当中 呃 还是要面对一些 呃 这个无法 无法消去的一些 不定时炸弹 可以这么说吧 嗯 我觉得 欸 舒威姐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 嗯 因为这很深入 也是我最近才觉得的 就是呃 脑瘤对于我来说 很像是我的督导 嗯 一个生命的督导 就是它一直存在我身上 就是它一直看着我说 你有没有好好过生活 哦 你有没有很幸福很开心 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能够给别人 对 就是它一直不停的在监督的我 你有没有谦虚 你有没有柔软 嗯 哦 你有没有放下自尊 嗯 对 一直提醒着我这一件事 因为上次我访问完心仪之后 我内心也是非常的感动 我常常觉得说我 我虽然是主持人 然后我访问很多的来宾 可是往往很多的来宾 给我的回馈远大于 我能给他的 嗯 就是他们的人生故事 或是他给我的启发 或是他讲过的哪几句话 我都深深印在我脑海里面 然后甚至我去分享我演讲的时候 我会把这一些很棒的 受绑者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听 那像上次我其实跟心仪闲聊的时候 心仪有跟我说 呃 因为呃 那颗瘤都还在脑盖那边 嗯 然后每年都要去做检查 那其实你就会很珍惜 每天的每一刻的时间 不论你是当刺商心理师 可以帮助一些人 或者是你要把你的生命过得 也很开心 这个是不容易 所以我就想要说 对啊 心仪她都可以这样每天的 很勇敢认真的 然后努力的过每一天 那我们何尝不是呢 我们也更应该如此 那像心仪面对的困境就是 你看15岁以前是一个好优秀的一个孩子 然后呃 经历过两年的这种 不断不断的进出医院开刀 甚至生命都会消逝的情况之下 但是她还是很努力的在呃 做复健跟过每一天嘛 所以呃 如果上次我听到我们访问心仪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说 她没有去念那个启明学校 是 去念了松山高中的一般班 是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啊 这个应该就是你在 那个时候一个最大最大的冲击吧 对 所以 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说 诶 朱欣怡怎么那么勇敢 就像苏维姐认为我很勇敢 可是我觉得啦 一开始我没有勇敢欸 我只是被逼着 然后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 就这样而已 那接下来当然你越来越觉得 自己的生命好有滋有味哦 然后就越来越欲罢不能的 想要好好活下去 就是在你呃 进了松山高中 然后爸爸给你很完整的训练之后 等一下我第三段再来讲爸爸 因为刚好明天是父亲节嘛 我其实呃 一直对于上次欣怡讲到爸爸对她的 这种训练或者是狠心也好啦 但是那个狠心其实是要有足够的爱才能够支撑爸爸对欣怡的信念 因为爸爸要让欣怡自己可以过往后的人生嘛 那也是其实也是因为有爸妈的这样的支持 不论呃回想起来觉得说哇天啊她当时怎么会这么狠 当时怎么会愿意让我已经已经看不到了还让我自己去上课 那但是这些都是呃在呃过程当中 我觉得爸妈心在堂血 可是要看着欣怡要面对自己的人生 然后欣怡呃这个高中毕业之后 考上了台师大 对对 然后又是念特殊教育 所以一直也念到研究所 心理学 心理学 然后还第一名毕业 后面这一段 你大学的时候是第一名毕业 你你你你我记得我上次没有讲到那个细节就是 你上了到了学校之后 那你好像是每一科的老师你都要先告诉他你的状况是不是 对对对 我会先选课确定了 选课确定但是还没有真的选课哦 只是选课就是我自己心里有谱说我要准备修这一堂课了 然后我就会先email给所有的老师 我的要选课的老师告诉他我的状况 然后所以我的需求可能要是课堂上录音啊 我不知道老师可不可能是前提供我教科书 让我有时间去买书录制有声书或者是什么 就是我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然后请老师多包含多谅解 然后如果老师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跟我联络 那老师每一次补充的教材 老师也不用担心会漏记给我 就是因为他都发纸本给同学 可是要发电子档给我 那很多老师其实是一定会忘记的 我说老师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在课前就询问您 是不是有什么补充教材要email给我 所以这都是你自己独立完成吗 都是啊 天哪 对对 你好适合当那种很厉害的秘书 大老板的秘书 你可以把这事实很完整 所以你就是一封一封写给老师 然后老师有email回你 但是你email 因为你看不到嘛 对 所以你的email搜件是怎么样去处理 我们的电脑很神奇 我们用一般人的电脑 可是我们有加装两个软体 一个叫做语音报读 一个叫点字阅读 所以语音报读它就是会把我们画面上的字 一行一行念出来 所以我跟你传卷讯也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 难怪 而且我刚才我跟欣怡传line什么的 她都很快回我 而且还会传贴图 你贴图怎么选的啊 其实没有怎么选 因为我都只记得那个位置 人家跟我讲左上角是什么 右下角是什么 真的很有趣 所以你就知道欣怡她 虽然其实欣怡就是很幽默 很可爱 可是你就是她做多大努力 你看她要修课 每一堂课的老师 她都要先跟老师email讲述 她的状况 然后请老师参考书目啊 教学大纲啊 当然我也觉得很佩服 老师会拒绝吗 哦 就是因为大一有老师啊 就大一有老师被我吓到了 就是大一的时候 我还学不会先跟老师沟通这一件事 所以大一的时候就有老师 哦 有一个四掌生来居然来读我们学校这样 然后而且她来读我们班就被吓到 吓到完以后她就去跟我讲说 她觉得我不适合修她的课 她的课实还太操了 太沉重了 然后有太多要阅读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就哭得痛不欲生啊 我就想说 天哪天哪 怎么有人拒绝我这样 可是后来我真的觉得 不是怪老师 因为老师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我好 他担心我跟不上 所以我要怎么让他知道 我可以跟得上 是我的责任 然后我要先让他有心理准备 我们适当者到底可以做多少事 像舒威姐也会担心说 哎你是怎么收email的啊 你是怎么回来的 因为我就觉得你的速度比一般人还快 所以我觉得很神奇 然后也很好奇 所以我觉得那是我的责任 就是我要让你们了解我们的世界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奇怪 那么可怕 或那么无助 所以就是自己要全然的在帮助自己 因为我从心仪上面看到是 他自己在帮助他自己 因为只有你帮助自己 你才能够去走下来未来的路 所以不论是你念高中念大学念研究所 现在成为资商心理师 然后甚至是行动资商心理师 就是你要自己行动这件事情 一般人听到都觉得天哪 怎么做到的 怎么做到 但是就是要有方法跟那个意志力 还有那个坚强的信念在帮助自己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心仪教我们 很棒很棒的一课 把苦难化为祝福 然后甚至是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 我要请这个心仪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成为心理资商师之后 你面对的个案 还有你自己学习到什么 跟你看到你的这么多个案 尤其是你好多的个案 你都在帮助所谓的生长的朋友 那我们也很想了解这个部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 再来请教朱心仪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了是市长心理师朱心仪 心仪刚刚提到了 她上了大学之后 其实她非常非常认真的准备每一堂课 那每一堂课老师的资料给你 你都会把它变成那个语音或者是点字吗 是就是我觉得是我们资源教室 就政府支持教育部支持的 这个资源教室帮了我很大的忙 所以只要我去先要到这些东西 然后拿着书到资源教室求助 或者资源教室有一些公读生 就会给我运用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教材变成我可以阅读的 所以你花的功夫比一般人多好几倍 多好几倍 所以你等于高中大学研究所都在念书 没错 我觉得一般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都要花好多力气 但是我也不只是念书啦 当然我觉得高中我应该是好好在念书 而且我在想各式各样的方法 可以让我自己念书 可是我大学和研究所 我觉得真的是叫大大的学 所以我社团也玩 我还是副团长 你什么社团 道德重整合唱团 哇 所以你还是副团长 是是是 你是唱哪一部的啊 我上语高音 哇 我们的社团很特别 道德重整其实没有宗教信仰啦 他不是宗教祖司 他只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一个博士 虎克曼博士他发展了一种叫道德重整运动 他觉得不是军队要重整 而是人心的道德需要重整 然后所以各个地方就用不同的方式来响应这个运动 那我们学校就是用合唱团来响应这个运动 所以我们合唱团是用live band 这也太酷了吧 然后而且我们上唱跳跳 然后我们所有 那你应该是整个合唱团里面唯一一位市场朋友吧 当然当然当然 所以我都要被牵上台牵下台这样子 太酷了 所以对于欣怡来说 当你内心的那一面墙 你真的自己愿意打破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尝试到各种你想去尝试的事情 对 然后从每一件尝试的事情 你都会更知道自己的能与不能 更知道怎么跟别人沟通 更知道哪些事情要怎么做 因为15岁以前的优秀的欣怡 她其实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 大概挫折困难 对她的人生自己来讲比较少 但是历经了这么大的一个苦难也好 或是上天给你的礼物也好 就是看不到 看不到这件事情 对很多人来讲都觉得好恐惧 看不到一个漆黑的世界 到底我还能拥有什么 所以欣怡也是花了好多时间去 面对自己的这一块 冲破它连手杖本来都不想拿 没错 后来勇敢的拿出去 这个历程实在太辛苦了 好那在你大四的时候 你还去参加那个 义务张老师的储备训练 其实你当时的内心就有一股蛮强的意志 觉得你应该要成为一个帮助人的心理师吗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其实我不太会用帮助这个字眼 因为我觉得从我自己的生命体验里面 我以前也是觉得好像助人者是高高在上的那个帮助者的角色 但是从我自己失明以后 我是一个被帮助者 然后我才慢慢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原来师和兽一样有福气 从我被同学帮助的过程里面 然后却看到同学的心得上面常常写的是 我怎么帮助朱欣怡 然后我得到了什么帮助 所以我就觉得原来我们以前都觉得手心向上 什么手心向下 然后根本是同一回事 所以对于心理资商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种合作的态度 就是我跟个案在一起合作 看看我们能一起走到哪里去 对那参加义务张老师的储备训练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我被关在象牙塔太久 想要去拓展一些食物经验的尝试 但是的确一开始想要尝试这件事就被打枪了 就是我觉得多半的人 就像我们上一段谈到了这个 多半的人好像对于我们适当者到底可以做什么 其实心里是有恐惧的 也会有担心的 更多怀疑的 所以一开始我要去报名 参加义务张老师的培训计划 就被拒绝了 然后就说我们这里没有无障碍设施 所以我们不能收拾这样子 很打击吗 很打击啊 然后我就 当然陪我报名的那个同学更打击 他想不到会有这种事 因为我们就等于是交学费 让人家培训我们 你还不给我交学费 对你连交学费的机会都不给我 就很生气这样子 然后我回去当然也是哭得乱七八糟这样子 所以你的人生其实蛮常痛哭的 对 蛮常痛哭 但是你哭完之后 你就开始想办法 对不对 我觉得我当心理师这么久 我觉得哭真的好必要 就是情绪一定要先疏解 然后不要闷住 然后你才有可能 那个脑袋有空间可以去转环 对 那后来我哭完以后 我爸爸妈妈就问我 他说你甘心吗 你就这样放弃了吗 我就说我不想 然后我爸爸妈妈就问我说 你爸爸就是用吉讲吧 对 然后就说那你想要怎么做 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可以怎么做 我爸妈就说想 然后我就想 然后我就打电话去给承办人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可以拒绝我 你可以不要让我进义务张老师 可是我很希望你给我一个碰面的机会 我想跟你面谈 然后我都已经讲得那么明了 就是只是给我一个机会面谈而已 那承办人就答应我了 那那一天 之前我当然就跟我爸妈做了所有的沙盘推演 到底我要怎么问他们 到底他们会怎么问我 到底我要怎么说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请我爸爸还是拜托他 我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场面 我说你陪我去啦 这样我会比较心安 然后我爸就陪我去 只有在过程里面当然我跟承办人就好好地说明 我还用一个表格 说明我们可以 你还画一个表格 对对对对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 然后到舞台室我可以怎么做 然后读书我可以怎么念 然后上课你没有办法让我听录音 但没关系我可以怎么记笔记 就是考试我可以怎么考 就是所有的事情我都就是写了一个很好的这个 我觉得老我自以为很完整的表格 让他知道我是有准备的 然后最后我爸爸就欺了临门一脚 他就跟承办人讲说 我知道义务张老师储备训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训练 要经过三个阶段的考试要一年 那朱欣怡不合格 你就把刷掉没有问题 他不合格你就拒绝他没有问题 可是我希望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受讯 然后承办人就 好吧那就给我一个机会了 然后我就进去了 然后过五关斩六将就进到三阶了 所以就是三阶段一年的时间 对 这中间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最困难的其实就是象牙塔跟食物经验真的不一样 食物经验看到就是各种各类不同的 对 然后而且每一个人都不是按照教科书排理不出 不安排理出牌 对不安排理出牌的 所以当时你有被惊吓到吗 想说哇 有 我被惊吓最严重的一次是被一个性尾泄的个案 很多人把张老师当0204在打 他就是打电话来然后讲一些很委屈的话 很委屈的话 那你怎么处理啊 一开始我真的以为他是要处理性问题的 我还很严肃的跟他谈有关于他的问题 然后后来可是我越听越不对 因为他在描述一些性的细节 然后一直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我要引导他走向他到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他都不愿意回答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 越来越不对 然后我就开始双手双脚都变冷 然后我就跟他说张老师现在不能帮你 那可是我们有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人 也许可以来协助你 然后我就马上把那个电话挂药 没有没有就转静音 跑出我的舞台室找我们督导 我们督导好选是个男生 然后他就问我说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哭诉 然后我说我被猥亵了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第一次冲到这种状况 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来处理 你跟着我进来 然后我们就到电话间 他就接了那个电话 他就跟那个先生说 先生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建议你就直接把你的阴京咔嚓掉就好了 真的还想回答他 然后对方怎么说 对方就咔嚓了 就电话挂掉了 对对对对 哦 然后我就非常的惊讶 我就说 督导我们可以做这种事吗 我们是张老师耶 我们不是要道德伦理重建吗 对我们怎么可以 你说我是道德伦理重建的成长团哦 这真的是 然后可是督导那时候跟我说的一句话 让我 我觉得是我一辈子受用无穷的 心理智商最重要的态度 他就说督导存在的价值 就是要照顾你们所有的张老师 照顾不好你们 我们凭什么去照顾个案 嗯 所以你们感觉不舒服 我最需要照顾你们的不舒服 而不是这个个案我们可不可以怎么做 哦 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 你觉得被照顾到了 对 你觉得被 我心里真的被保护了 对对对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哇 这个就是 哦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助人者 要先好好照顾自己 以前真的是我们的口号吗 对对对 所以呃 就是从心仪的对谈当中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 也得到了一些这个生活当中 你可能面对很多不同事情 你的解决方法 或是你该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内心的 某些的恐惧或害怕 呃被照顾被保护 是很重要的感觉 对 所以在呃心仪面对很多的自伤个案的时候 我想他们需要的也是一个被保护的出口 或者是他们需要面对自己内心恐惧的地方 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哦 再来请教一下心仪在她面对这一些呃 而生障者的个案的时候 呃 他们最需要得到的鼓励是什么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的是视障心理师朱欣怡啊 每次跟欣怡聊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 怎么那么快来到第三段呢 刚提到了欣怡她在大学的时候想要成为张老师 然后中间经历过好多好多的关卡 这个其实欣怡的人生在15岁之后就是不断面对被拒绝 然后她怎么样就是破坏又重建 其实听你的故事我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拒绝拒绝拒绝 你就往前往前挺进挺进 就不断的挺进 所以欣怡后来成为一位心理智商师 上次她也跟我们提到 她其实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开始 因为职商所很少有信心要去雇用一个视障心理师 但是欣怡又开始发挥她 被打击之后挺进的威力 你应该也是有哭吧 哎哟 所以欣怡就是要毕业的时候 你知道大家都说毕业就是一个新工作开始 但不是她想说完蛋毕业了 现在书要念完了研究所 那我继续念博士吗 还是我就要面对这个我接下来的人生 那她就自己想办法 所以你就自己去打了很多电话 自己帮自己找出路 你哭过之后的自信心就会油然而生吗 应该我觉得是 失明就是脑流的这个功课交汇的我这件事 就是哭很多人说哭不能解决问题 我常说哭本来就不是要来解决问题的啊 可是哭就是你必须得让你的情绪先有一个出口 你才有办法解决问题 要不然你都被塞住了 所以我很允许我自己哭的 我也很容易哭 然后哭完以后你就会去想你的生命就要甘心值于此吗 你的接下来的生活就甘心这样过吗 那要不要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要 对所以就去了 反正输了也不会怎样啊 所以自己就开始打电话 然后你就把你以前有接触过的一些社服团 你怎么都打了一遍啊 对对对 然后你就跟她说你们需要心理自伤师吗 我可以免费帮你们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当了几年免费的心理自伤师 其实我跟讲我觉得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很有良心 所以你只要免费给他一两次 他只要觉得你真的可以帮上他的忙 对他之后就一定会给你钱了 所以还是感受到社会还是蛮有温暖的 对不会一直免费奴役你 那你当时的这个个案大部分都是生长的朋友吗 对我是从身心障碍起家的 因为那一块是我 因为我大学又念特教系嘛 然后研究所是念心理 所以其实两个结合对我来说是最 我最能够被看到的一个地方 嗯哼 所以我从身心障碍起家 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个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觉得我普遍看到的一个 当然我有一个非常 我觉得很特别的 当然这个个案经过一定都经过改编 可是我觉得看身心障碍个案是一个重要的关卡 可是我看身心障碍者照顾着 这是让我比较surprise的一件事 对就是我以前没有晓得这件事这么的这么的严重 就是我有一个个案中途失明来常常来跟我谈 那他常常谈的一个议题就是抱怨他们家的大铜电锅 都会放在他们的这个楼梯转角口 他每次都会踢到然后指甲还会流血 或者是踢到会黄车什么之类的 他就说他跟他爸妈讲了N百遍了 就是不要放在那里了 这样子自己会不舒服 这样会撞到什么时候 可是他爸妈呢每次都嗯嗯嗯 好好好 然后可是都放在那里 他就觉得这不能沟通 这父母是怎么回事 我都已经看不见了 他们为什么还这样子 后来我真的有请到 因为我很少能邀请到身心障碍者的家属 哦哦进到我的舞坛室嗯嗯嗯 他妈妈真的就陪他来了欸嗯 然后我就请他妈妈进来 然后我就问他妈妈说 嗯你知道这件事啊 各恩跟我讲了非常多次 嗯嗯那我想理解一下 妈妈是怎么想的嗯 原来对妈妈来说 把大铜电锅搬开 就等于我要承认我的儿子看不到了 哦天哪这件事对他来说是 他没办法搬开 所以他一想到要搬开 就是我的儿子看不见了 所以妈妈还没有接受这件事情 对 天哪儿子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 没错 那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呢 所以当 因为妈妈也是暖了好久 就是我要暖暖化他暖很久 你要让他愿意讲出这句话 他自己也都不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可是他最后才发现他原来是没办法接纳他儿子 是这个状况 哇 所以这一听应该也理解了吧 对所以两个人才开始抱头痛哭 然后真心交流 那他们怎么一起合作来走这条路 哇 我都快哭了我 真的 天哪 我以前也认为 呃就是很多父母应该像我爸妈一样 就是他们可能会要区间去接纳孩子 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才能带着我往前走 但是我发现原来真的有好多的家庭 嗯 就是你身边照顾你的家属 你的亲友 其实很难去接受 为什么我的朋友 为什么我的孩子 为什么我的配偶 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 嗯 嗯 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所以呃 心仪在跟这些伸脏者做呃 心理资商的时候 你也观察到其实照顾者心理的状态 可能也需要有一个彼此能够理解的那个点 对 有些伸脏者是天生有些是后天的 是 嗯 所以呃 对于我们伸脏者来说 当然自我接纳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关卡 我几乎每一次有伸脏朋友进到我的物谈室 我一定会先检查一下这个地方 那你怎么检查他 就是看他这个地方能不能接纳自己 比如说 像是这样 我们最明显的当然就是 你能不能拿手杖 嗯 你能不能够告诉别人说 欸我现在呃不方便看不清楚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285公车来了没 嗯 你有办法去呃说出这些话 这些就是代表一个心理 他能不能够承认自己的这个部分 嗯 那这部分一旦没有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很奇怪的一些举动 比如说啊 宁可坐过站 也不愿意求助 宁可张大眼睛 就要看看看看看看仔细 但是就是不愿意跟别人讲 宁可走路就是姿态很不雅观 也不可拿手杖 嗯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这样子的现象 那我发现就不是在跟他拉扯说 欸你要拿手杖为你的安全己见 你要看别人 是他内心那一个 对是内心 对对对 那每一个人因为面对这个事情的 这一种速度或是呃 关卡不同 对 他要怎么样帮助他们 哦我觉得最呃 从我爸爸带我的体会 还有我跟我的个案们身上的体会 对我真的发现 这叫伤与痕 嗯 哦就是肉体有伤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会用ok棒 沙布把它包起来 可是心里有伤的时候 我们绝对是要敞开的 可是要怎么去一个人 为什么他愿意敞开自己 为什么一个人他愿意敞开自己 很重要就是要信任和安全 嗯 哦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呃 我在物谈智商里面 我想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 很多人问我说是这样子的 你看不到你怎么做智商 因为你有心 哈哈 对我觉得这叫做北风于太阳 就是我是一个太阳 我散发出让你信任让你安全 让你把身上的武装给慢慢脱掉 让你真正去面对自己 然后好好的去看你的伤 然后我们之后该怎么做 嗯 所以我觉得最难的就是面对自己 嗯 的这一关 那这一关是绝对你不可能用逼迫的 也不可能呃 用一些话来开导他的 而是你要去从那个关系的信任和安全 让这个人愿意自己把心打开 嗯 把那个钥匙打开 对 他才能够去面对他的恐惧害怕 对 或未来的想望 对 不然的话他就会觉得他到底未来的希望在哪里 对 好那刚才其实有提到一点点爸爸了 嗯 那因为明天父亲节嘛 其实 呃朱爸爸是一个很很特别的爸爸 就是一般我们看到女儿这样子 呃 眼睛就看不到了嘛 嗯 然后他应该是百般呵护啊 是 但是爸爸对你的训练可以说是 用无比的坚强的 哈哈哈哈 的这种内心 他必须要很钢铁的来帮助你 是 所以你上次有提到说曾经有一度你很气爸爸对不对 是啊 而且我不知道我上一集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耶 那时候我高中上了高中以后啊还是要死要活的 就是我还是觉得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关卡 我就说哎呀很讨厌我很想放弃啊 我觉得很累什么什么之类大家都对不起我什么之类 我爸爸有一次就真的好好的把我拉住 然后坐下来跟着我说 诶这个朱星你确定一下哦你要不要死 你要死的话爸爸会帮你 哦我觉得这个话真的是让我 呃好好去思考我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活 我觉得你爸爸对你非常有方法 就像你你刚刚要去上高中的时候你爸爸就带了你几次 对呃坐公车走捷坐捷运然后自己走路去 就后来爸爸就让你自己坐车了 大概一个月之后 诶没没没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几个月之后 对了几个月之后 然后后来你在路上就跌倒了 对哭了半死 哭了半死真的然后就 结果爸爸爸爸其实偷偷跟在后面没告诉你 是 我觉得那一幕真的是太戏剧化了 任何一个爸爸妈妈应该都会去扶他 嗯 但是你爸爸居然心在膛血的看了你跌倒自己爬起来 然后哭着哭着 然后哭着到教室里面 顺便再作骂爸爸进去 哈哈哈 你有问过你爸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无比的坚强吗 你有问过他吗 有啊 他那时候跟我妈妈也讨论了很久 他要不要存信托基金给我吗 然后让我自己去使用我未来的生活 可是他们后来觉得有一个共识 就是他们觉得保护我最好的方法就是训练 我有保护我自己的能力 嗯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他们的共识 要保护我就是要训练 我有保护我自己的能力 很难很难 我就觉得 非常的难 对但是他要狠的下心啊 对不对 他心在膛血 可是他要狠的下心来去训练你 你跌倒了他不去扶你 你撞得满头包的时候就是 就是让你自己去面对 可是他在后面会盯着你看 嗯 哇哦 所以 所以你有对你爸爸说过什么很感动的话吗 欸我常常说啊 只是我爸的回应就嗯啊 嗯 真的啊 对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 哇天啊我要是没有爸爸妈妈这样子 给我的陪伴或是训练 我可能也走不了现在 欸 其实我从思敏以后就真的知道了 嗯 这件事 就是以前的我就觉得说 我想逃避我家里 嗯 所以我呃 其实我当个孔雀公主 应该算也是半推半就的 因为我想逃避家里的低气压 嗯 那可是当我看不到了以后 我发现什么是真正会帮忙你的 什么是真正会不离不弃的 就是家人 对就是真的是家人 嗯 对然后所以呃 从那时候开始 我觉得我很不吝惜的 因为我们家 呃以前没有这么开诚不公的 去做一些分享 沟通 嗯 嗯 所以之后我开始就 越来越会跟我爸撒娇啊 哈哈哈 越来越会跟他表达爱啊 然后 嗯到现在我都会 一屁股坐在他的身上 现在还会啊 对啊对啊 哇 你爸爸一定很开心 我爸都会说一坨肥猪肉 你快点走开 这样 所以爸爸还是嘴巴硬 对对对对对 但爸爸心里是很暖的 笑着说 对那 欸父亲节你都怎么帮爸爸过啊 哦 嗯 就全家一起吃个饭 吃饭 对我爸爸来说 他觉得你们对我好 每天都是父亲节 真的 嗯 所以我爸爸从来不记得 自己的所有节日 当然啦 这样也是代表他不记得 别人的节日 哈哈哈哈 他觉得我每一时每一刻都在对你好 所以 你们的生日我都不记得 没关系 哇 是 所以 当一个 一个 天大的 灾难降临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礼物的单身 没错 嗯 所以啊家庭的这种紧密度 或是愿意开成布公来 来诉说彼此心里内心的话 嗯 这就是一个和解的开始 嗯 很和解 对不对 很和解的开始 好 好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视障心理师朱欣怡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啊 视障心理师 朱欣怡在现场啊 他人生故事太多可以讲啦 像他刚刚讲的个案当中 呃 其实很多的 身上朋友需要的是什么 你觉得像我们周遭 如果有一些身上朋友的话 你觉得他最需要什么 我们可以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 身上朋友最需要的 就是一个同力而已 每一个人都有残缺 嗯 嗯 只是我们大家都可以 把残缺隐藏起来 就像我的物谈室里面 也非常多人 不能接受自己在婚姻里面 居然那么脑肿啊 不能接受自己 为什么呃 这件事情会做不好 会被老板训啊 或者是人际关系 怎么有这么大的缺点啊 之类的 但是他们都可以隐藏 但是身心障碍朋友 我觉得了不起的 就是他们 没有选择 嗯 他们必须得接纳自己的残缺 而且很大方 很勇敢的呈现出来 嗯 所以在这条路上 大家都知道怎么去呃 大家都知道去接纳自己的残缺 有多么的难 嗯 对 那身心障碍朋友 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同理 另外就是需要 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我需要大家 看到障碍 同时也看到这个人 嗯 嗯 就是身心障碍朋友 叫做身心障碍 with朋友 就是两个都是一个主体 所以障碍是我们很 与众不同 很明显的特征 但是我们这个人 一样也是很与众不同 很明显的特征 嗯 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他有他的优点 他有他人格特质 嗯 所以需要被同理的对待 就像 心隐给我们的帮助真的太大了 真的 那不敢说 就是 就是给我们的人生故事的启发 然后 呃看到你怎么样 一贯一贯的冲过去 就是 太不容易了 一贯一贯的挺进 就是很像是那种 运动选手 有没有 一贯一贯 就是浑身都是血 有没有 他哭过之后 然后咬着牙 然后继续爬起来 然后继续再挺进 可是 我真的觉得 我每次听到这个回馈的时候 可能别人只是这样看到的 可是我的心里面 真的是觉得 我是太幸福又太幸运的人 哪有一个人 能够像我有这么多的资源 这么多的天使 那么多的好朋友在我的身边 我觉得 我不充 一点 就是 我太对不起我自己了 我拥有这么多 我怎么可以 就这么亲眼的放弃 所以欣宜想做更多的事情 她其实很想要做 很多很多可以 所以 是给人家一点点帮助 或是 让自己 觉得 是 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 很期待 欣宜接下来 因为欣宜 就是自从 媒体报导之后 很多人都想访问她 然后就开始 有一点点 更想要做更多事情的感觉 对不对 对 我觉得真的叫社会责任 就是 你会觉得 如果 我只是为了赚钱 然后活在这世界上 这样的生命好像也似乎 没什么意义 那如果我能够 负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能为这个社会做一点 更有意义的事情 那这一生不是更美丽吗 是 也谢谢欣宜带给我们 这么多美好的故事 那也希望 这个欣宜接下来想做的事情 都是很圆满 然后可以一路的顺利 谢谢 谢谢 谢谢世界上欣宜 也祝福欣宜的爸爸妈妈 天天开心 尤其是明天是父亲姐 祝福欣宜的爸爸 父亲姐快乐 好不容易 这个看到欣宜 有这么多不同的表现 我想爸爸是proud of you 她有讲出口吗 我 这种事当然不会讲出口 对 但是我看到她 常常跟别人说 我女儿什么样 什么样 我就知道她是proud of me 真的 好 谢谢欣宜 今天的到我们节目当中 接下来锁定 小玉秋蜜玉的pop抢先爆咯 真的 是 通行 词 你不认识